立委孔文集关心捷安乡提升道路品质及部落聚会所中央核定案 特别邀及了内政部营建署、华联县政府捷安乡公所等单位 展开第六站的考察巡视 针对去年努力争取到的捷安乡中央路及新路 提升道路品质工程计划核定情形 协助地方来建设地方 立委孔文集表示 捷安乡虽然为品地原住民乡镇 维洛居集安乡而乡内3D原住民身份的并且有 泰罗格组2055人 泰雅组539人 布农组545人 排完组194人 塞德克组52人 塞夏组22人 罗凯族20人 州组6人 亚美组4人 因此立委孔文集也将乡镇为国会办公室任养的乡镇 因此上开工工程计划所活定金费为2400万元 就是去年度经由乡长余书这样在考察会议当中建议的提案 另外奖相公所也借此机会 请托立法委员孔文集 暂时协助以下建设的经费需求 部落机会所有三案 并且包括了博外新村 湖姓部落 甘城部落 以及市区道路改善 南昌路 东海实业 东海六届等提案 来为地方争取地方建设 八年零管区的处长 后来八年零管区的处长马上就上去看 看了之后两个问题 一个是私有地 那个地主不同意 第二个是国有地 那国有地要犯郭佑 相公所之内犯郭佑 那个那条路的 那段的鼓励会解决之后 后面零单地零九个处理 但是前面有私有地 也有国有地 所以这个问题你们要了解 不是说为什么不做 从以前几年下来没办法做 因为有私有地的地主的同意 第二个是什么 国有地 那国有地的话是要公所这边 来申请国有那块地 你国有地剪刑之后 你还有私有地啊 那个地主不同意 所以这个后面才是零一几的 那零一几是没问题的 零单地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当地的鼓励 这个也是蛮久的 像初音发电厂也是搞了 快十年了 但是这个是牵涉到别人的 第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让大家了解一下 六位空间在会议当中才是 有关不外行存多功能 部落聚会所经费 1900万元部分 也请吉安乡公所完成之前 终端之后的作业 以行政程序报警中央圆明会可办 同时也要通知国会办公司 以地在立法院争取以及协调 而有关福星以及干城两个部落聚会所等 4452万元部分 也请吉安乡公所寻 花东基金的机制提案方式 另外在发行共同道国会办公司 以地在立法院进行协调 之后有关南昌路 东海十街六街等都市计划内 道路改善1475万元部分 经内政部营建署道路组协调之后 余诺将该案优先纳入下期的列管计划下办理 吉安乡公司